梁老师好 你好 疫情期间很多艺术家都在工作 但展示空间都没有在进行 我们这是疫情以后第一个展 较量 这个展览准备好久了 原定是在春节之前展 结果因为疫情都耽误了 推迟到现在 这个有点像您的作品 这个挺不错的 我们这个展览部分画中 对 然后就是 关键是有创新有创造性 主要起来到这里 你看这里 这是哪个老师的 正硬 对 疫情期间大部分的书馆都停 都没有开 对 没法开展是吧 我一直觉得 艺术作为爱好很好 要作为职业的时候是很艰难的 而且我还主张 穷人不要搞艺术 因为他的东西消耗成本太大 在一个人首先得生存 你要做艺术开始 你要做艺术开始 你就靠艺术来生存 它就容易走向市场 直接去把艺术变成商品 其实艺术变成商品 直接在初技术变成商品的时候 它就没有价值了 艺术本性应该是创造 它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经济效应 没有钱的时候你搞艺术 你画的几乎就是商品画 你不画商品画你生存不了 但你画这是个悖论 你画商品画 它肯定就不是 离艺术剧会远了 实际上即时画商品画 也很难生存 现在的作品都不好卖 养家糊口也很难 好 这一期就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喜欢的朋友加关注